好 有關於F16失聯的最新情形 我們會為您隨時為您插播報導 而在此之前先來帶您看到 臺中烏日高鐵站 旁邊的一處建案工地 在今天晚上九點多發生火警 現場火勢相當的猛烈 而這座新建的建案工地 在五樓起火燃燒 獲報的消防局 第一時間先出動了七輛的消防車 一輛消防車 還有二十四名的消防人員到場救火 後來現場回報 有兩名的外籍義工失聯 消防局緊急再派第二波的消防車 和消防人員前往支援 並且有搜救人員冒險進入火場 進行搜救 但是到目前為止 火勢都還沒有被撲滅 而消防救援行動也還在持續當中